这套《变形金刚》初次这篇不是真人版电影,而是电影的动画 其实知道他会上,我也挺挣扎任入场看 因为我自己虽然《变形金刚》是异时回忆,但我又未至于那些很忠实的粉丝 在我心目中,老实说《魔神英雄传》的地位绝对比《变形金刚》 而另外《变形金刚》的真人版电影也是一集比一集差 我觉得后面的集数很不够,令我也挺失望 所以一直都在挣扎进入场看 但来到中秋自己的假期,做一条寂寞单身,无事搞太闷的缘故 校婆守不了,又进了戏院 但看完之后,这次发孝也值得发一下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耶老贤,今天跟大家说一首《变形金刚》 和那些《萧嫌娱乐夜》的频道,我是Raymond 今天有剧《变形金刚》初次篇 不想让剧透到,记住听完电影再回来听我介绍 我是看粤语版的,不过先跟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部电影是有片尾彩蛋的 第一段就是,一完完没多久就有了,关于《大黄蜂》 后来就升了所有《变形金刚》之后 令第二段的片尾彩蛋都出来,就是关于《物甲登》 你问我,那两段片尾彩蛋是否很重要呢? 是否有很重要的资讯,你不能错过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第一段只是假的 而第二段都是告诉大家,附近也会有第二集 第二集或第三集,故事会继续绩下去 我想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这件事 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息是这个 那先说回今次的故事 故事有提及演说过,变形金刚的故乡 《变形金刚》的星球就是《斯比顿星》 本身是空衣足食,国泰文安封条雨顺 但是來到這兩個故事的開始,其實星球的資源已經開始貴乏,他們是需要透過一些最低官階的礦工的機械人,每一天形形役役去開礦,挖掘一些能量方法進貢給一工,才可以令星球繼續運作,總不知就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落土,而是要捱役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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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抗工機嫌,或是官階的,整個斯比頓星都非常崇拜他們的領袖,叫御天敵 在他們心目中,這是英雄人民的英雄領袖,所有人都愛戴他們,所有人最高最高的權力 但是後來這些核心抗工機嫌,我講的是奄文密加登和大王峰他們還有一個女國,我不會叫他什麼名字 因為機緣巧合發現了一個驚天大陰謀,就是領袖御天敵 原來就是御天敵,令到斯比頓星再不是人間的落土,令到大家要開工都是因為御天敵 所以這群抗工機嫌就想要反抗,想要推翻御天敵 亦都在過程中要增強自己的力量,整群鬼死人這麼差勁 他們要增加自己的力量,令自己可以變身,令自己變得好打 但過程中雖然他們的能力成長了,但柯柏文和密加登之間的兄弟之情亦產生了變化 究竟這兩兄弟最後的關係能否和好如初,還是會決裂又能否擊敗這個大姦狗御天敵 其實無論我劇不劇偷,你都知道我肯定柯柏文和密加登會反面 亦都肯定會做低御天敵 所以其實柯劇不劇偷也是很笨的 但我要說這部電影的過程,我就真的要劇透到一些部分 如果很介意,就真的可以關掉它,看完對象回來聽我的介紹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部電影是滿意的 例如看了接近兩小時,真的沒什麼搞的 進場看,畫面是漂亮的 機械人亦都看到兒時小過熟悉 看回卡通片集中看到的一群的病金剛 無論是博派或狂派也好,賣回憶也是親切 我覺得就算你不是賣回憶,因為今天我看的時候也是全家 有很多家長帶小朋友去看,我看小朋友見到幾個人打架 也是開心,像我年輕的時候,我看平形金剛 我覺得這次入場看,對我來說是好的 因為以前小時候看平形金剛,我是80後,但我看的時候真的很小 其實除了他們打來打去,狂派就是壞人,博派就是好人 總之他們一看到面就要打,但為何要打,或為何要欠那些能量方法 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小時候覺得他們好像葵涌貨櫃碼頭的工人 不知道在欠貨還是怎樣 總之一看到面就要兩隊不同的運輸人 就要打架,所以欠一批貨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但看完電影,我覺得我通了 我明白了以前的事情多了很多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亦都覺得過程裡面,除了在知識上豐富了我之外 其實我也說我本身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接近兩個小時的時候,亦都給了一個挺好的消閒娛樂的體驗 因為畫面也挺漂亮,沒有滿場 過程也流暢,你說那個劇情 大橋上我覺得是OK 當然有些細節,說服力那方面,我稍後會說多一點 我覺得可以好一點 所以其實這兩個小時看《變形金剛》的初次編 我覺得是滿意的 還有為什麼我選擇這個粵語版來看呢 首先我的英文不是特別好,如果我要看 我也很大程度上要看字幕 但這也不是重點,重點是我也想重拾小時候看《變形金剛》 聽廣東話 當自己看卡通片那種回憶那種感覺 你說能不能做到呢 一點點都真的有廣東話 真的是粵語的配音 但那些內容跟我小時候聽都完全不同了 但也有一種看卡通片的感覺 我自己沒有後悔入場看的,我覺得OK 絕對不會戒燈的 但到了這裡,我又想說一點可以令到這部電影更加加分的地方 如果能做到,我覺得這部電影不只是合格 可以更加好 其實由《變形金剛》的真人版電影,我已經覺得有這個問題 就是那些變形金剛的動作太流暢了 他沒有了一種機械感 譬如那些機械人 當然我真的相信科技會越來越進步 是真的動作一定會越流暢 但是他們流暢到,其實根本就跟真人沒有什麼分別 你幻想一下柯柏文或者達黃蜂、密加登那些 其實你不是將它是機械人,你將它是換成人類外星人 都是這樣做的 他沒有了一種機械感 那怎樣可以有些機械感呢? 譬如那些動作是會走路的那種的噴噴聲大聲些 或者有些機械關節動的聲音多些 這些就會讓人感覺到有質感一些機械感重些 還有動作不要那麼快 可能某些動作中間是有些停頓的 重量感會比較重 會容易投入到那些是機械人多些 第二就是,也變成說話是牙尖咀利 因為柯柏文給我們的感覺 其實是很穩重很成熟的 雖然你說是初始篇 但是這個柯柏文那種輕挑 是很像大黃蜂 所以如果我們用一貫對柯柏文的印象 這個不是我們認識的柯柏文 我覺得可以調節一下 他突然之間變成了領袖 變成成熟了穩重了當然不同了 但是那個轉變的相差太大了 這個也是令我覺得打了折扣的地方 另外就是,我估計 因為這部電影也有很多小朋友入場 這部電影是說他們本身 柯柏文和麥加登是好兄弟 後來因為一些原因而令他們反目成仇 我會估計小朋友看到 未必明白為何他們會反目成仇 他們本身都是同一個志向 當他們以前知道余天敵是奸狗 一直都很崇拜他為他做事 後來就知道了 大家都是同一個方向和目標 就是想去踢爆他 想去對付他 不過麥加登的想法就是偏激一點 想殺了他 柯柏文的想法就是 準備踢爆他之後再看看如何 殺氣沒那麼重 他們的分別最多都是在這裏 而去到最後真的要決裂的時候 麥加登拿一支槍 揪著余天敵的頭想射 柯柏文衝出來 拿自己的身體擋了那東西 然後柯柏文連續幾乎要跌下山 麥加登又伸手出去拉住他 為何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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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很珍惜這個兄弟 還是很珍惜這個朋友 然後突然之間 我不會再救你 放手就跌下去 我覺得這裏 小朋友不會看得懂為何 為何要放棄 為何突然之間反目 我覺得小朋友會不明白 大朋友如我 我明白他們為何會有這種矛盾 為何會有這種衝突 但我也覺得描寫得不夠深 那種兄弟的決裂 你說有沒有理由 我覺得是有的 但理由我覺得不夠強 就是成年人 我覺得會有這種感覺 另外就是那些聖聖叫 震波 任波 那些摩尼拉姦 又跟了麥加登 好像很聽的麥加登說 這裏 我又覺得是沒有一個強烈的理由 沒有一個強烈的理由 他們會走在一起 我不是很明白 所以這些 這些位置 我覺得差一點 譬如 也不要說麥加登 那麽十惡不赦 我在想 如果那個劇本 即是麥加登想開槍射死 尤天敵 阿柏文就幫他擋了一項 即是幫尤天敵擋了一項 都爛了半邊身 就地跌下山崖了 麥加登拔著他 阿柏文還以為 麥加登有些人性 為何拔了他上來之後 怎料原來是新手 拿了阿柏文 心口那塊的火種 即是自尊給他們的火種 然後再踢他下去 阿柏文又完全死心 這個昔日的兄弟 原來如此凶殘 亦展示了麥加登 一個如此凶殘的一面 我想觀眾會容易接受之後的決裂 另外 那些聲聲叫 震波 音波 為何突然對麥加登 如此言聽計從 譬如 麥加登親手拿了阿柏文的火種 接著就拿了大黃蜂 和另一個女角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的機閒火種 親自給了 如果這三個聲聲叫震蕩波和音波 他們三個聽麥加登說 理由是否也會更強 也可以說到 因為這三個人 本身拿了一些自尊的火種 所以他們也更強 你也言之成理 所以我覺得最後 他們的決裂 我不是看不到原因的 或者成立了狂派 有一群人跟麥加登 我又覺得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那些原因 全部都不是太夠強烈 令我 我覺得追看性是低的 這就是我對這個變形金剛初始編的評論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粉絲 沒辦法 你粉絲 就什麼都要進場看 就算是粉絲 也好 我覺得作為一套 消閒娛樂的Podcorn Movie 也是可以支持一下 應該不會令大家太過失望 因為我估計也不會很有期望 我剛才說的真人版電影 我覺得是一集比一集差 我覺得第一集也不錯 第二集差一點 第三集我已經去到合格的位置了 第四集開始 全部都是不合格 一直一直移動 一直移動 一直移動 我只是覺得這套變形金剛初始編 比合格多一點 在我心目中 就是頭兩套真人版電影 比它高 然後到這套 我覺得它比第三集真人版電影 還好一點 所以不會令大家太過失望 如果你是粉絲 就更加義無反顧 一定要看 希望大家也有時間支持一下 還有需要大家支持 還有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贊好 留言分享 訂閱頻道 拜拜